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影片就是跟大家介绍绘画的几个不同的类别 他们有什么样的学习目标 还有他们各自都能带给学画的人什么收获 看完这部影片大家就知道学画该从哪个方向学习了 一般说到分类大家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水彩啊油坏啊电汇这种分类 其实我的意思是这些属于是工具类回答的是说用什么画画这个问题 而我比较想说的是希望透过画画得到什么 我把画画这个领域啊初分为三个大类 第一个是动漫插画类 第二个呢是设计建筑类 第三个是纯艺术类 这其中当然没有谁好谁话的问题 只是不同的类别目标都不一样 学习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 而且我这个是极其概率的分法啊 还有很多复合交互的类别 然后有一些画家的作品呢可以横跨好几类 那我这边只说明一些粗浅的分类 让有兴趣学画的初学者有一个参考的依据 先说说第一个吧动漫插画类 这个类别的主要学习目标是感官的刺激 一般呢很强调用色彩 对比度构图透视张力这种方法 对视觉造成冲击 简单的说就是要吸睛 因为这类的画作呢主要是商业接案 帮商品或者是书本画插图之类的 我把插画跟动漫放在一类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插画师 很多都会跟动漫产业 或者是游戏产业合作 那这些多数都是静态的画作 其中还有一些比较强调故事剧情的漫画 那这种就是要将一个不同的角色 在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表情 重复的绘画 那还要需要考虑分镜角色塑造 其他类似的还有游戏角色设计 动画角色设计等等 这就跟第二类的设计建筑类比较有所重叠 算是交叉类别吧 那第二类呢设计建筑类别 画的话特色是画面很干净精准 虽然很多设计师跟建筑师 速写都非常的随性 但是画面呢大多是非常的干净 而且主题都很明确 服装设计师主要就是画模特 建筑设计师呢就画房子 因为这类的工作呢 比较有工业功能上的需求 所以在思考的时候啊 就不太能真正天马行空乱想 毕竟有很多的实际面要考虑 比方说像材料的特性啊 功能性啊 保暖之类的 建筑的话呢就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比方说像防火啊 防水啊 防震 像水管电线的分布也是需要考虑的 那这些东西如果都不管它 那房子就没办法住了 在德国的部分学校 甚至会把设计跟建筑归类在工程 而不是艺术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三类纯艺术类啊 跟前两项最大的差别就是 没有目的性 更多的是讨论精神层面的东西 前面两类的图基本上都有一个 甲方爸爸需要满足 比方说某某公司的委托之类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些古典时期的大画家 还是接案子工作的 帮教会人士或者是贵族画肖像画 那个时候啊 设计建筑跟纯艺术就没有太大的区分 但是自从照相机发明开始 纯艺术家就不怎么去帮人画肖像画了 转换一个跑道 改走精神层面的路线 然后就越来越超然 一直到今天 艺术已经变成了 格调、品味、文化、优雅、高大上 这些东西的代名词了 大家慢慢的也就把设计 建筑跟纯艺术做出区分了 界限很多的时候就是 创作者是否需要为了其他人 或者是其他的目标来改变自己的作品 人们会把伟大的设计师跟建筑师 称之为艺术家 因为他们已经不太需要为甲方做出妥协了 多数的时候是甲方要配合他们 而这种的自由就诞生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品 这种伟大 人们把他们称之为 大家应该都有去美术馆看展览的经验吧 然后可能都有听过导览员导览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印象导览员在解释画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 是不是 艺术家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啊 他怎样怎样怎样 艺术家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才画了这张画对不对 就算提到了艺术家当时画这张画的时候 是因为有某个出资者要求 但是呢导览员也会说艺术家都不理那些出资者 所以这张画就变得很出名了对不对 比方说夜巡这张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画家林布兰只管自己对画面的理解 而不管出资者的要求 把这些出资者都画得不清不楚 就把这些权贵全部都得罪了 虽然按照一般的商业基案逻辑 林布兰超级的不负责任 拿了钱却没把事情给办好 但这张画作之所以现在被称之为艺术 就是因为林布兰忠诚于自己的内心精神 而不像金钱和权势妥协的结果 所以你看在纯艺术的世界里 艺术家才是主角 纯艺术类的绘画学习的重点 就在于提升自己的精神 如何展示自己 可能是感性上的情感表达 也可能是理性上的思想阐述 学纯艺术的绘画打从学生进门开始 老师就只问学生一件事情 你是谁 而在学生的学习过程里面 要问的也就只有一件事情 我是谁 不需要管别人怎么想 也不需要管画面写不写词 也不用管画面像不像 重要的是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想要表达什么 将这些想法也好 情感也好 转化为作品 慢慢的作画的人 就会获得一种内心上的满足 这种是精神上的自由 真的会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也因为这样 所以大多数的艺术家都非常的真诚 我很喜欢跟其他的艺术家相处 感觉大家都没什么心机 德国的艺术家保罗克利 在1920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艺术不再复制可见的东西 而是要使东西可见 这句话在德国艺术界广为流传 也是现在很多德国人对艺术的理解 艺术就是把不可见的转化为可见的 这些不可见的东西 可以是个人的情感 可以是思想 也可以是某种重要的理念 所以艺术家专门关注一些超大的议题 什么和平 自由啦 公理啦 正义之类的东西 像我个人主要关注的是 真实与谎言 然后从此再衍生出一些文化议题 那当然这些都是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 美国物理学家理查费曼呢 就曾在书里面写过他学画的经验 教他画画的是他的艺术家好朋友 吉雷耶佐蒂安 当时呢 他们两个一直在吵架 费曼觉得啦 艺术家不懂真实世界的美 艺术家都不懂科学 艺术家呢不帮教堂画神像画以后呢 就没有东西可以画了 内心好空洞 佐蒂安则认为 艺术家根本就不需要画什么具体的东西 艺术家用艺术来表达情感就够啦 科学家把世界分解成方程式 那个才不是什么认识世界的真实 那个叫做破坏世界的美 然后两个人就天大丸吵啊吵啊吵啊 有一次呢费曼忍不住了 跟佐蒂安说 那要不这样吧 我们会吵架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互相都不理解对方 那我教你物理你教我画画 我们就可以互相理解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吵架了 佐蒂安说 不错这是个好主意 你只要肯学我就肯教 费曼其实很不服输 他觉得佐蒂安不可能把他教好 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超级不会画画 他这些画的东西就只有金字塔 因为是三角形了 但是呢虽然嘴巴上这么说 费曼其实很想要学画画的 因为他长时间做物理的研究 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套运行的法则 简直太奇妙了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些看不见的原子 居然一直在影响着那些 我们看得见的经历过的东西 越研究他就越赞叹这个世界的奇妙跟伟大 然后让他对这个世界 或者说是对科学有一种很崇敬的感觉 那这种崇敬跟宗教很类似 那他很想表达他这种内心的感动 可是又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所以他就想说呢 那能不能用绘画 看看其他人能不能透过他的画来懂他的感觉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交了 佐蒂安学物理学的极不专心 所以费曼只好放弃教一个艺术家理解科学之美 不过费曼学画却非常的认真 佐蒂安画画教的也非常的好 不管费曼认为自己画的多差 佐蒂安都能用一种正面的思考来引导他 所以费曼的画是越画越好 他中间甚至还参加过其他画室的画画教学 一开始就是画几个几合体石膏像 然后画一些水彩油画之类的 结果画画画了一堆费曼的学习欲望却越来越低了 因为他更喜欢画画的自由而不是画画的技术 在一段的自由学画之后啊 费曼感受到了画画跟学物理之间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物理的老师呢有很多的技巧 很多的方程式 然后一直告诉学生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但是呢纯艺术的画画老师却不一样 画画老师啊不会告诉学生该往什么方向走 而是用一种引导的方式 引导学生往适合自己的方向前进 比方说如果学生画的很厚重 那不能说学生你这样子不好 因为有些艺术家可能就是以厚重的线条出名的对吧 那这种引导呢大概就是纯艺术类画画教学的特色 纯艺术类包含的非常广 虽然呢我上面初分了三个大类 但是并不是说学了哪一类方向就定死了 不能转跑道了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只是给初学者一个基本的方向 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类别 然后往那个方向呢去找老师学习会比较快有所收获 而且我觉得啊任何一个画种学到专精以后 想法都是共通的 就好像前阵子刚刚不幸离世的金正基老师 他的风格比较偏动漫插画类 但是他单纯画画的快乐 一直创造自己心中的世界 感动了很多人 那也被纯艺术圈邀请去美术馆展览 谁又能说他不是艺术家呢 对吧 那纯艺术家春上龙老师 跟LV合作推出了包包 那也算是产品设计吧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 不老童严漫画家荒木飞里院老师 是人气的漫画家不说 跟Cucci合作 帮科学杂志Sale画封面 还是来罗浮宫办展览 我觉得可以算是三期吧 非常厉害 然后我帮大家做一下总结 如果你是对画画有兴趣的初学者 还不知道具体的方向 可以看看你自己最想要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是喜欢画画动漫人物 或者是一张有故事感的插画 那就可以试着找一个厉害的插画大处 学习一下怎么画插画 如果是希望自己的话具有功能性 可以做成物品 帮助人们解决一些实际生活上的问题 那设计可能会适合你 如果比起满足他人的需求 更在乎自己画得开不开心 觉得画图就是自己的事情 不想为他人画图 或者是更重视自己的探索 重视精神的成长 喜欢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 探讨什么是本质 那纯艺术可能会比较适合你吧 以上呢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参考 所以回到开草的问题 很多萌新上网问 要怎么学画画 结果各种领域的绘画专家 都依照他们的标准来给建议 每个类别的学画目标都不太一样 那也会有不同的训练着重点 答案当然也就南辕北侧 很多时候就让人非常错乱 那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类别的话呢 喜欢动漫插画类的请打个1 喜欢设计建筑类的打个2 喜欢纯艺术的就打个3吧 如果这期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记给我按个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讽 拜计